我觉得是新加坡可长可久的最重要的想象力 以及如果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各种各样的奇思妙象 大家下午好 我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廖依然 很荣幸能够担词本次讲座的思宜 那感谢大家在周六的下午抽空出席 由吴德耀教授基金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与云茂朝中华文化研究中心 联办的2019年吴德耀文化讲座 今年吴德耀文化讲座非常荣幸地 邀请到了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 为我们主讲南洋的风 新洲的土 从文学看历史 在这里先为大家简短地介绍一下 吴德耀文化讲座的创办由来以及创办宗旨 当代著名学者教育家 吴德耀教授在1936年毕业于冰城中林中学 后来复积中国南京京陵大学 1946年获新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任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研究员 吴教授也曾从事外交的工作 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 并参与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 后来吴德耀教授也前往台湾协助创办东海大学 并且任政治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后来也出任该校的校长长达14年 吴德耀教授当然对新加坡本地的文化和教育事业 也有着巨大的贡献 他在70年代的时候任新加坡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 在南洋大学先后任政治行政系的教授 研究院院长南洋大学的代校长 80年代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教授 退休后呢也兼任东亚哲学研究所的所长 他还受委为新加坡儒家伦理委员会的主席 是新加坡儒家思想教育的主要设计人 吴德耀教授很不幸的在1994年4月离世 他的生前好友和数十个文教团体筹主了 吴德耀教授纪念基金 以此纪念这位杰出的学者 教育家和一代哲人 而本基金会创立的最重要最重要的一项宗旨 就是继承吴德耀先生生前的志业 弘扬中华文化 因此定期举办的吴德耀文化讲座 便是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吴德耀文化讲座从1995年发起的第一讲至今 已经有24年的历史 可谓是新加坡本地历史最悠久的文化讲座 每一届的讲座都邀请费深国际的知名学者 逐将有关儒学 思想 中华文化 或者是海外华人社会的学术的课题 邀请的历届学者呢 也包括杜威明教授 王甘武教授 于国帆教授 柳存仁教授 李欧凡教授 赫麦晓教授 敏福德教授等 每一届的吴德耀文化讲座 都堪称新加坡学术界和文化界的盛世 下面 让我们掌声有请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中文系主任 丁和珅教授 为我们上台介绍今年的主讲嘉宾 王德卫教授 大家有请 大家下午好 我首先要感谢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场所 也非常高兴看到这么多人过来听演讲 说明你们对新马文学 新马文化很有兴趣和知识 所以非常欢迎你们 那么 我今天要先介绍王德卫教授 他是由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 在美国威西康辛大学获得比较文学领域的博士 他曾任教于台湾大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先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及比较文学系 Edward C. Henderson 讲座教授 他的主作非常多 非常有影响 我今天只能例几个例子 Fictional Realism in 20th Century China 矛盾 老舍 神尊文 Fantasial Splendor Repests Modernity's Late-Chin Fiction 1849 to 1911 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20th Century China The Lyrical in Epic Tim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Through the 1949 Crisis 对新马文学比较直接有关系的 还有几篇 比如说这个华语渔系的文人事业 新加坡经验 还有最近《华语风起,华语渔系文学三论》 最近也跟金卓教授编了一个Global Chinese Church的一本书 还有一个《现代中国文学史》一本大书 我等一下会稍微介绍 王德卫教授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 继《华语情》、《刘芬芬》之后的第三代最重要的学者之一 他学术研究覆盖面很广 非常广 从晚清的小说到中国现代小说 再到世界华语文学 甚至到当下的科幻小说 都有非常精彩的研究 发现了《红阔的事业》和具有原创性的方法意识 早期他对《华顿》是中文保舍的研究 还有对晚清小说的研究 一直在突破五四传统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定义 让我们看到现实主义的多一性和晚清文学被压抑的现代性 后来他在《历史与怪兽》一书将文学和历史结合 分起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政治态度、不同加持 视角的个体和他们的心路及创作的文本 深入发作历史、术史与暴力之间隐秘的复杂关系 在此技术上 他在2015年出版的英文主作《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 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 重新建构一个现代多元的抒情传统 开辟一个不仅区别于革命和欺盟华语的传统 也区别于代道研制的传统的另一种思路 今年来王德卫教授致力于对华语语习文学的研究 以及对中国美学与文论的研究 试图找到了一个更适合研究和评论 话语文学的理论、语言和体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他本人主编 201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史》 这本文学史集合了美、欧、鸭、三大洲 143位的学者、作家之地 英文版本有1,600页 采用精英的写作方式 每篇文章只写一个时间点讲一个故事 深入填出、呈写文学史 建构起来整个花语协作的世界盘图 在这本文学史中 除了中国大陆外 台湾文学、香港文学 以及新版地区的华文文学 也都包括在内 显示了开阔的文学实验和多元的文学史观 《华语语诗》是欧美汉学研究 近十多年来产生重要影响的新型理论 王德卫教授是华语语语文学 唱识学者之一 一直关注凡次的研究 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地区的华语文学 今年 华语语语研究 面临新的装置点 王德卫教授又提出华语论述新实验 以华语封命名 今天他的讲座真实跟我们分享 他在这方面的最新思考和研究成果 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欢迎王德卫上台发言 非常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下午好 非常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到新加坡 这是我第三次访问新加坡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 担任吴德耀讲座的主讲 特别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丁和清教授的邀请 也特别感谢华祖文化中心的赞助 对我来讲 这是一个难得但让我觉得惶恐的机会 因为的确我真是对于新加坡在地的这么多的来宾 而且我是一个外人 今天大胆地用外人的眼光来看南洋 或者是以新加坡为坐标的南洋的文学文化的历史面向 真是尘惶尘恐 我希望用有限的时间来说明我作为一个读者 作为一个观察者 对于像是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华语的 这样大多数的一个文化现象的这么一个社群 那么他在文化以及文学的生产以及发展 那么他过去这一百年的林林总总 也许做出一些个人的观察以及建议 那么今天的这个题目 也许在座的来宾会觉得有点好奇 他的题目是南洋的风 新洲的土 那么从文学看历史 那么我有一位同事 容世成教授 他就问我说 为什么是风跟土呢 你为什么不讲风水呢 那么南洋的风 新洲的水可能引起更多的注意 也不一定 但事实上呢 这个风跟土这个问题呢 它是一个有意义的一个话题 那么这个话题呢 不止牵涉了这个 我们在广义的华语文化的发展的 一个远远流长的转折 那么同时呢 我个人觉得在今天的此时此地 以新加坡为坐标 重新的思考 或是辩论 那么这样的一个风土的论述 可能给我们许多不同的启发 以及不同的一个新的 看待新加坡的过去 未来文化发展的一个方向 所以今天以下呢 我的这个报告呢 要分为两个部分 在第一个部分呢 我希望就这风土 以及风和土这个观念呢 在理论方面 那么多做一些陈述 那么这个部分呢 也许稍微的晦涩一点 但是呢 我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 来说明这个风土论述的来龙去脉 然后在今天的演讲的第二个部分呢 我希望借着过去的一百多年 那么新加坡的文学 以及广义的文化的论述呢 来回看我们如何的 从文学以及文化 重新建构 我们对于新加坡多元历史的 一个新的面向 所以以下呢 我们先看到这个风土这个字 那么这是一个古老的词汇 那么当然呢 我们从字元学上来看呢 那么风土这个观念呢 可以追溯到先前以前 在一个更这个九元以前的 中国文明的传统呢 风土这个观念呢 已经存在了 像是在国语 那么先前的一个典籍 那么谈到了这个 世日也古帅 因观一生的风土等等 或者是呢 在这个继续的延续里面 谈到风土呢 它原来就是一个 关于一个地方的气候 土地和整个的山川形貌的 一个大致的观察 以及形之于文字的记录 所以风土一开始呢 是有地理以及自然的 这样的一个面向的延伸 那么像宋代的梅瑶辰 那么他的诗歌呢 像是江南风土暖 九月见梅花 我想大家可以了解到 在中国的这个南方呢 因为气候的关系 所以即使在九月这么早的这个时候呢 那么梅花呢 已经开了 所以等等 这一类的呢 行之于所谓自然环境的描述呢 是我们对于风土最先的一个认识 那么然后延伸开来呢 风土呢 泛指风俗习惯和地理环境 也就是说风土呢 不再只是一个客观的 自然变迁的一个观察 或者是记录 而且呢 风土呢 关系着在这一个特定土地上 所生存的人 那么他们行之于各种各样的活动 那么他们的群聚 他们的衣食住行 所形成的一种特有的 一种风范 一种特有的习俗 所以呢 像是在后汉书 那么有这样的记载 地常照建诸郡记史 问其风土 及前后首令能否 那么过去的帝王们 那么想要知道 各个地方的民情风土 也换句话说 也就是想要知道 各个地方的 那么人民的生活是怎么样 他们一般的社会的行为 还有他们对于 整个的这个国家 市政的各种各样的反应 那么行之于他们的文字 行之于他们的行动 他们任何的这种 林林总总的这种社会的表征 那么这都是包括在 我们传统对于风土的定义里 所以这是我想约定俗成的一个说法 那么在座的来宾呢 可能都常常也用这个风土呢 来说明我们对这个地方 如果像是新加坡的话呢 对这个地方的各种各样的 这个习惯 风俗 地理环境的了解 但是这个风土这个词呢 在二十世纪呢 有了非常奇妙的转变 一个古老的中国的一个词汇呢 那么在经过了这个世纪以来的 穿梭以及传译的结果呢 那么它其实有了新的一个呈现 而这个呈现呢 最重要的三位代表者呢 就是在这一张图片上的右边的三位 他们分别是日本的何时哲郎 那么台湾的洪耀勋 还有法国的Augustin Berg 那么这三位呢 都是延续了或沿用了风土 这样的一个专有名词 但是呢 给出了不同的定义 以及解答 但是在整个的方法学上呢 他们是延续了 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 德国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民族人类学家 Herder 他对于民族现象学 以及民族和地区 以及社会的各种风袭 所形成的所谓国家民族特色的 这样的一种观察 那么延续着这个Herder的 一种对于民族社会的观察之后呢 那么在一九三零年代 何时哲郎 一位日本的一位哲学家呢 那么他呢 用了这个汉文的风土 来作为他个人诠释 当时那么由一个哲学家的眼光 怎么来看待这个整个世界 季节 环境的变迁 以及各个不同的族群 他们怎么来应付各种各样的 这个客观的环境 以及主观的文化 社会 甚至政治上的转折 所以对于何时哲郎来讲呢 那么在一九三五年的风土 人间学的考察里 他强调了 在这个我们的世界的 这个所谓自然环境的范围里面呢 大致可能分为三种地带 一种是牧场地带 一种是沙漠地带 一种是季风地带 那么在这个季风地带呢 当然就关系到我们今天 所共同关心的话题 那么像是在东南亚 在南亚 在新加坡这个地方呢 那么受到了贸易风的影响呢 自乎以来呢 这个各种各样的 这个海上的船运呢 来往不绝 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呢 真是远远的流长 而这样的环境呢 其实它左右了来到这个地区的各种不同的民族 各种不同的人等社会阶层呢 所共同形成的特有的一种文化的现象 或是争口 所以对于何时哲郎来讲呢 那么对于风土的研究呢 同时也就是对于人间学的考察 对于环境的研究 离不开我们对于居住在某一个土地 某一个山川行貌里的各色人等 他们所形成彼此共生共存的关系 那么这个关系呢 何时哲郎认为 这就是人间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现象的一个总和 那么他认为呢 这个季风带 这是一个非常单调的一种自然环境 那么这个冬天吹着一种风向 夏天吹着一种风向 四季长期呢 高温潮湿 那么其实这是一个相对来讲 没有什么季节变化的一个环境 但是他也提醒我们 在这样的一个单调季节的环境里的 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等呢 他们却形成了许多非常丰富而复杂的文化现象 所以他有兴趣呢 来探究这种现象 那么他所产生的这个定理 以及甚至是国家民族的意义 那么对于何时哲良来讲 任何一个地区 他都有他独特的一种文化相对于环境的表征 新加坡有新加坡的文化 马来西亚有马来西亚的文化 印尼有印尼文化等等等等 这些文化的特色是不需要也不必和其他各个不同地区的文化混为一谈的 换句话说何时哲良强调的每一个地区特有的地方性 民间性甚至是民族性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继承了这个德国的Hurder 对于这个民族精神学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是更重要的对于何时哲良来说 那么这种对于这种地方特别性的一种观察呢 最后必须诉诸于 那么这个地区上所群聚的人群 他们合而为一所形成的共同体力 所共同呈现的一种很特别的精神面貌 以及生活时依住行的习惯 那么用简单的话来说呢 也就是说一方面 如果以新加坡作为我们的例子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在广义的季风带里面 一个特别的地方 它当然有它独特的这个地区的特色 但这个地区的特色呢 却需要居住在这个土地上的一群人 或整个的全体的公民 以及来访的客人 所形成的共同体来表达 所以一方面是个别的 一方面是这个集体的 或是共同的等等 所以它对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成果呢 形成了它对于所谓民族性的一种结论 而它的这种方法呢 我们通称之为是所谓文化的现象学 换句话说 人不必被客观的环境所局限 那么人生活在某一个地区 某一种气候 它有它的能力和智慧呢 来改造这个环境 那么主体和客体 文化和自然 环境和人相互交错呢 形成了和时遮浪 所谓的风土特色 那么这个观点呢 在193040年代以来呢 一直受到重视 但是却隐隐地含有一些政治上的 一些潜在的潜台词 那就是在193040年代 作为京都学派的哲学家之一呢 那么和时遮浪在有意无意之间 那么一方面强调风土的特殊性 另外一方面又强调 这个风土之上的人群 所形成的集体性的时候 它似乎隐隐地 把它的风土论 最后归结到一个 那么所谓国家论述 或国家议事 那么这个当然是和 当时日本的这个军国 以及这个广义的 国际的扩张主义 有暗暗相通之处 所以不论这个地区 有多么的特别 那么这个地区上的人民 却似乎要总是形成了一种共同体 总是齐心协力的 或是在一个领导的 一个政权的领导之下呢 朝向唯一独特的一个目标而行进 所以就这个意义上呢 也许和时遮浪的哲学观察呢 显现了它的局限 那么接下来呢 就来了一位这个法国的地理学者 也是一位东方人类学者 那么Augustin Berg 他其实呢 可以看到他的这个 这个BioData 其实他是这个后一辈的学者了 那么基本上呢 是在六七零年代以来 那么他受到了东方主义的影响 那么特别到日本呢 长期的居住 那么也受到了和时哲郎的理论的影响呢 他形成了他自己的法国版的风土论 那么这个风土论呢 他用的这个关键词呢 是mythology 那么这个词呢 也是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环境或生态学的一个相关的 一个或是类似的一个词汇 那么对于Augustin Berg来讲 一方面他会回应了和时哲郎的观念 每一个地区每一个环境有它的特色 居住在这个地区跟环境里的人呢 有它的能力来和这个环境产生互动 形成特定的文化 但是Augustin Berg呢 却认为和时哲郎的观点 似乎有一个弱点 有一个缺憾 这个缺憾呢 对于他来讲 正在于人以他的智慧 以他的生存的本能 能够改造环境 创造环境 让我们的这个所谓风土呢 变成了一个人间的风土 与此同时 我们似乎是忘掉了 人在某一个环境里 不只是一心一意的 面临的生存的各种的考验 他同时创造发明呢 也让他产生了一种改变现状 以及同时在这个现状里 产生了各种有趣的 有各种无限的想象力的可能的发明 而这个发明呢 那么Augustin Berg呢 把它定义为是一种medians 就是中介和全世的必要性 任何在一个环境里生存的人 和生存的群体 它不只是生存 创造和环境呢 产生互动而已 而这个互动之间 需要第三个中间物 也就是这个medians 那么由这个中间物呢 那么它来诠释 这个环境的发展 可以变成什么样的结果 可以形成什么样的面貌 可以走向什么样的未来 换句话说呢 不同的人类 不同的人群 不同的社会 不同的这个国家的领导 它可能会设置某一种 特定的一种发展的方向 让这样的一个风土呢 经过全世 经过中介 而产生了原来想当然而的结局 也就是这个中介在这里呢 成为这个berg的 一个强调的一个重点 那么它所谓的这个 这个过程呢 它用了一个专有名词 叫trajection 就是我们需要各种的文化符号 我们需要各种象征的活动 那么来投射 这个主旗逝者 或者是一个社群里的 一个多数的 一个群众的意见呢 来形成人跟社会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个中介性呢 我个人在今天的演讲里 我当然把它诠释成一个具有高度象征能力的文学的发明性 以及文学的想象力 那么在这里 绝大部分的来宾 也许并不是从事文学创作的 也不是从事文学研究的 但是呢 我在这里所定义的文学这个字 不必仅限于教科书上的 或者是专门的四大文类的文学表征 或者是文学的实践而已 我要强调的是 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一种创作力 一种想象力 一种说法 一种故事 那么让这样的一个社会呢 产生了一种凝聚力 而经过这样的一种文学想象力和创作力的中介 我们才进一步的呢 把我们所谓的环境 那么纳入在我们人和这个自然互动的过程里 所以这是Berg呢 可能一个和时哲郎并不相似的一个重点 那么在这里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是我昨天晚上 今天早上在我们的早报上看到的 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大家都会觉得高兴和庆祝的一个事情 这个李总理在昨天为这个 已经开业扮演的新药张仪这样的一个大的计划呢 重新做了一个揭幕仪式 这是一个盛大的揭幕仪式 那么我来到张仪机场 我没有机会看到这个新药张仪 我不知道在座可能很多人已经到那里去玩过了 吃过了 看过了 买过了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环境呢 那么这是新加坡 目前在我们的城市跟国家规划里 觉得这是一个引以为荣的国家计划 需要一个国家级的人物呢 来作为一个所谓的一个揭幕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象征性的活动 所以李总理呢 昨天说 希望国人意识到新药张仪和张仪机场 不止在叙述基础设施的故事 它不只是一个基础建设而已 这个很有文学的意味 这个不只是故事而已 这个李总理说 相反的 他们代表着一个想法 是一个象征 这时候我们知道李总理上过文学课 那么这时候 他突然讲到这是一个象征 那作为文学研究者呢 我就开始高兴 觉得这个是很棒的 那么他们集中体现了 在新加坡 我们必须大胆梦想 为自己创造新的可能 所以这是Berg所要说的 在人跟环境之间 我们需要一个中介 需要一个medians 我们需要一种说法 一种共同向往的投射 需要一种文化说服的力量 或讲得更明白一点 需要一种故事 来让这个世代 这个环境里的人 都产生一种心同此心 那么情同此理的一种共同感觉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风土呢 这个关键词呢 就不再是简单的 人跟自然 那么相对的主观跟客观的问题而已 这里面林林总总 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政治的文化的感情的历史的决定呢 那么形成了这种中介的力量 左右的这个国家 怎么样去理解它的未来 怎么样看待它的过去 所以在这个张仪机场的这个张星要张仪的这样一个计划里 我们立刻想到这个显然这个张仪机场是新加坡引以为荣的那个medians 是那个中介点 那么它是这个亚洲的进出的门户 世界各种商旅的枢纽 那么现在不但有了全世界最美丽的机场 在机场旁边还有了一个复合的多功能的这样的一个集 饮食游乐消费林林总总的各种功能 与一身的一个伟大的清药张仪 最伟大的是它有40米高的雨渦 与漩涡推出新的灯光音乐 所以这是一个完全后现代的这样一个秀 而在这个秀昨天的这个晚上的街幕式上呢 但最重要的我们需要一个文化媒介的agent 一个代言人 我们需要我们大家都喜欢的林俊杰 所以昨天晚上呢 这个林俊杰他就站在总理的旁边呢 他用他个人的魅力 用他的歌声用他的歌词呢 来形成了一个我们觉得这是新加坡的未来 这是我们浪漫的梦想 这是我们能够有远大梦想 我引用李总理的话 我们有伟大的梦想 形成了一个对未来的期许 而这个未来呢 当然是和张仪机场所代表的一个国际的 一个所谓的象征意义 那么联署在一起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呢 我觉得今天我在讲这个风土这个观念呢 自然有了更深一层的意义 那么在以下的这个演讲里面呢 我要进一步的把这样一个风土观呢 再推进一步 用我自己的话呢 来把它重新的再诠释 我非常感谢何时卓郎 以及Auguston Berg这些前行者 对于风土这个古老的词呢 重新赋予它现代的意义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新加坡的此时此地 是不是就完全地适用了呢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么也许就是我个人 对于新加坡文学的研究的所得呢 那么也许可以提出不同的一些看法 那么我的做法呢 是把风土这个词呢 再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风 一个是土 就是再还原到那个风土最基本的元素里 而我所依据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学呢 那么刚才丁教授也介绍了 这个我们所谓现当代的华语语系研究 那么用我个人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看说法呢 我把它当作是一个sinophone and xenophone Sino-xenophone studies 在这样的一个华语交错的一个叫做 新加坡的这样的一个当代国家的一个场域里面 我们怎么样继续呢 延续我们对于风土的这样一个观念的讨论 这个phone 这个华语风的phone 这个跟这个声音的这个phone呢 在这里呢 有一些巧妙的这个相互的连结 那么有机会呢 也许再延伸 但不论如何呢 回到我把这个风跟土这个词拆开的一个原来的语境里 我们要说我引用的是这个Athony Ridd 的画 那么对于东南亚的这个观察呢 他说中国人一直把东南亚视为一个整体 称之为南洋 那新加坡当然是南洋的这样一个广大区域里面的 一个最珍贵的一个珍珠 或者一个最精致的一个地方 印度人 波斯人 阿拉伯人和马来人 把这个地区称之为风下之地 这是风来风往的这样的一个风下之地 当然指的是这个贸易风 因为季风驱动贸易船队跨越印度洋 抵达东南亚 那么上述两种名称都强调着 海上航线是抵达东南亚的必经之路 这是在过去 当然在今天呢 以新加坡的实力来讲 不只是海上的航线 也是空中的航线 也是各种各样的资讯媒体 网络的一个航线的一个交汇点 所以这个风在这个地方呢 必须要从宽来解释了 那么下面呢 我引用了何时哲郎的这个话 风土 那么他说了 就是我刚才提到了 这里呢 这个南亚虽然没有季节的变化 但与季节相应的层层变化 都包含在这风土之中 在这个土地之中 那么尽管缺乏时间变化 却存在着空间的变化 风跟土呢 各有它的特色 在新加坡这个语境 我们怎么来看 那么让我们先把这个风这个词呢 再做进一步的理解 风这个词呢 在中国的古典 这个所谓的语言学上呢 也是远远流长的 那么风原来讲是一种空气的流动 那么用这个第二行装词 所谓的 福大快一气 齐门为风 这个大地吐出了它的一口气 这个风就起来了 风起云涌 那么左传朝宗二十一年 天子省风以作乐 这个风呢 当然就是风俗 风土 天子呢 看待各个地方的民情风物呢 那么然后制定他的礼乐的制度 等等 所以呢 请看这个下面的三方 从自然到教化 风强引导作为一种社会的风尚 习俗 那么道德 一种对于风的人文主义的认识呢 以及感知结构的一种形塑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富有丰富意义的一个词 这个风这个词 而这个华谊风这个关键词呢 其实是我在这个2014年 我有一个机会到马六甲 我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呢 在马六甲的一个老城区的这个curial shop 在一个古文殿的门口 看到这样的一个对联 树式珍藏金古堡 一潭大展华谊风 我想很恰当的这个华谊风呢 说明了在当时华人对于自己呢 在东南亚这个地方 面临着各种不同的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冲击 各种季风来往的这种交汇呢 所形成的一种特有的自觉 所以我用了华谊风这个词呢 来作为我们继续谈论风的一个起点 那么华谊风呢 这个风可以点出什么样的意思呢 有气流的振动 像是风向或是风势 那么也可能是声音音乐修辞 诗经的国风呢 指的是文学上的表现呢 是一种风 风也是一种现象 风潮风物风景 也是教化 也是文明 像是风教风俗风土 也是节操 个人的节操 像是气性风范风格 所以这些林林总总的呢 这个风呢 形成了所谓的风以动万物的 这样的一个关键点 那么新加坡呢 作为一个风下之地 那么当然呢 那么迎向了各种各样的 这个风势 那么迎向了各种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风俗以习惯呢 形成了他自己很特别的 独特的一种风格 但这个风字呢 也不见得永远是正面的 那么在这个大航海的时代 在包括我们的这个 所面临的这个 马六甲海峡 有的时候可能也有 飓风的突袭 有的时候 这个风势可能并不利于 任何商与的航行 更不要说了 到最近这几年 从印尼吹来的雾霾 这个风呢 吹过来以后 让新加坡 这个伸手不见五指 几乎跟北京一样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这个风所带来的 各种的风势 以及不可测的风险 这个都是在新加坡的 这样的一个地上 我们想实实在在地 都感受到的 那种感觉结构 这是风 下来我们讲土 土这个字呢 在中国呢 这更是了不起的 一个关键词了 那么在中国传统的 这个字元上 土呢 是跟这个昆元 跟母姓的霸地 跟生生 万物生长的开始 那么敦厚 反本报使 这些传统的观念呢 相连结 而在我们现代运用风土 这个关键词的时候呢 我们讲到的是乡土 讲到的是本土 水土 国土 雾土 等等 通常呢 我们讲的这个是 皇天后土 安土种迁 土生土长 入土为安 等等等等 这个都跟土的那样的一种 根深蒂固的关联性 以及所谓的昆元性 大地之流的那种观念呢 相辅相成 而讲到土呢 在文学上 我们特别讲到是 这个热爱你的国家 热爱你的土地 那么尤其在中国 现代文学里 特别喜欢讲 乡土文学 对不对 你的这个 原乡是哪里哪里 等等等等 但是在新加坡这个地方 讲土呢 其实是蛮特别的 因为这个土 未必是 你与生俱来的 那块土地而已 那么这个土呢 很可能是 过客 经过的地方 也可能是 有的人在定居了一段时间 选择离开的地方 更不用说 在国家的建设上 甚至这个土的 本身的物质性呢 都常常发生改变 换句话说 这个土地本身是在变动的 那么从1965年独立以来呢 当时的新加坡土地呢 只是578平方公里 那么现在到了719平方公里了 这个填海造地的工程 还继续地进行 这个土地还在不断地 继续地改变它的形貌 那么未来还要增加到 766平方公里 那么图上的 这个粉红色的地区呢 都是最近的成果 那么在座的 当然都是新加坡的来宾 那么你们知道的 可能比我更多 所以这是我们现当代 对土的一种新的看法 这个土不再是 那个安土中签的土 这个土呢 是这个宜山填海的土 是上天入地的土 我们想象的这个风土 现在是无数的祖物 形成了高楼大厦 无数的漂亮的 这些摩天大楼 这个我们生存的空间呢 已经不再是和那个唯一的 生生不提的大地 连接在一起了 更何况除了上天之外 还入地呢 这个我知道在新加坡之外的 这个玉郎岛下面 有一个世界最大的储游的一个 应该不是国家机密吧 这个就有个最大的一个储游的地方 那么深下到海下了两百公尺 整个的那个地底下 海底下都挖空了 这是一个 一种土的新的观念 那还有一种土的观念 当然是入土为安 这句老话已经不适用了 那么在这个时代里面 可能是入土不安 那么最近呢 我们知道这个新加坡的 因为城市活着的人口 如此的拥挤 那么也许 也许对于这个 Pookie Brown这样的一些地方 也许他们不用占那么多地方 对不对 所以这二十几万人 在一两百年来 生生世世的 那么享受了 他们曾经有的土地 现在应该把他们 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当这个土这个词呢 已经不再是我们传统的 那个老中国式定义的土的时候 新加坡似乎在为这种新的土 新的风 做出了不同的定义 而这样的一种新的发展 是不是真正的 我们想象的风土呢 我相信在1930年代的 何时哲郎 是不会想象这样的 他想象的仍然是一个 简单的环境 和人之间的交往互动 那么形成的共同体 而Berg呢 却告诉我们说 不 人跟环境之间呢 牵涉了一种媒介 一种 也许是政治的媒介 统治 或者是经济 也许是文化 各种各样的媒介 给出一个说法 做出一个诠释 也让这个土地呢 一代又一代的产生了不同的面貌 所以这个面貌呢 不再是一个简单的 相互的主客观合作的结果而已 而有了第三者 这个所谓的medium 中间物的这样的一个介入呢 形成了不断的诠释 传译的那么一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呢 可以是新加坡最值得珍视的 一种文化的传承 不断地在改变 不断地在因应各种各样的局势呢 形成了一种 它的新的面貌 日新月印 不断地在迎上前去 但是这样的改变 是不是永远是一帆风顺的呢 这又很难说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作为文学观察者的我们呢 我们看到各种社会 形形色色的现象 我们也一起参与了 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人间的活动 也许呢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 一种新的见解 一种新的想象跟发明 所以在这里呢 除了传统的根的政治 就是相对于传统的乡土 这个文学 这样的一种过去 对于文化地理的想象 这种根的想象之外呢 我觉得新加坡今天呢 那么正是站在一个 历史的风口浪尖之上 那么迎风 那么展现了一种式的 一种诗学 这个式呢 是一种姿势 也是一种气势 也是一种军事 或者政治的一种布局 一种新的一种作风 所以这种式呢 是需要想象力的 是需要发明的 是需要这个 这个阴风观色的 不断地在这个阴影时代的改变 所形成的一种 一种很警觉的 一种自为的 一种力气 或是精神 而我认为这种力气 或是精神呢 是根深蒂固的 是我们文学人 所可以关心的 所以我把它称之为 是一种式的诗学 那么这个式的 这种诗学呢 在这个所谓 这个风式 不断地 这样的 这个 这个来往之间 在这个土地 不断地变化之间 那么主导 这样的一个文化脉络的 正经脉络的 或者是其他的社会体系 和价值脉络的 你我 我们如何地去 迎向这样的一种式 融合地在 在这样的一个式里面呢 那么找到一个 自为的空间呢 我想这是 积蓄的 永远的一种挑战 而这个挑战呢 我想在新加坡 此时此地 这么小一个地方 发出了这么大的能量呢 我想这是 真是值得我们 重视的一个话题 那么这是我今天的 演讲的第一个部分 那么以下呢 我就在刚才的 这些理论的一些观点呢 我要进入到 第二个部分 从文学 尤其是广义的文学呢 来看待 这个历史的各种发展 以及同时思考 什么是 我们在过去的 一百年里的 各种各样的风 什么是 什么样的土地呢 那么滋润着我们 让我们继续在这个土地上 共同的生存 以及共同的寻找意义 在这样一个过程里 也许呢 我们想看到 像是1893年 那么当时呢 有一个流域在印尼 和新加坡的 这个华裔的 一个文人 肖亚康 那么发表了 新加坡主持词 十首 这应该是我们目前 记录里面 比较早的 对于新加坡 民情风土的 一种观察 那么这个 肖亚康之后 当然有许多 难来的文人呢 做出了无数的 这种歌谣 或者是这个诗词呢 来记述 他们的行踪 那么这种早的 这种逐之词的形式呢 今天大概很少人 会再去读 或去创作 但是我们那后来 却有很多新谣 是不是 我们后来有很多的 这些重要的 这些新加坡的 这些流行歌曲 其实仍然延续了 这个对于新加坡 民情风土的 尤其是这个 各种这个私领域的 感情的流动的 这种技术 所以这是一个传统呢 这是一个小传统 其实是值得珍视的 那么肖亚康呢 当时他的诗词呢 基本上都发表 在乐报上 那我们知道 这是这个亚洲 第一个最完整的 中文的报纸 那么这个报纸呢 当然是这个 这个创建在1881年 到1932年结束呢 一直是这个中国境外 最重要的一个文化媒介 那么太多的文人默克呢 在乐报上呢 那么表述 他们对于新加坡 形形色色 林林总总的 各种风土的关怀 但是谈到真正对于 新加坡早期的风和早期的土的认识呢 我们当然不能不提邱淑源 那么这是我想在今天呢 任何做新加坡文学文化 以及历史研究的学者呢 都不能规避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那么他来自中国的福建 那么从小呢 因为家里和这个南洋的关系呢 来往在中国和这个新加坡之间 那么在1894年呢 他曾经是有志的青年 那么加入了这个当时在北京的公车上书的运动 那么到了1895年之后呢 这个戊戌政变之后呢 他来到了新加坡 决定以这个地方呢 作为他的这个未来的这个生存的所在 而在1898年呢 他成立了新的这个天南新报 这是另外一份呢 新加坡早期的重要的报刊的这个范例 那么邱淑源一生呢 写作了超过1400首古体诗 那么无疑的是20世纪 不论是在中国以内或者是在华语社区呢 他的诗歌的生产的值和量呢 都是最重要的一位代表性的人物 那么在今天呢 我们只读他一首诗 那么这首诗呢 恰恰说明了一位难来的一位华裔的诗人 古典的诗人呢 怎么来看待他自己呢 来到一个新的地方 决定把他当作是安身立命的所在的一个心情 而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 旧与椰峰外 连岗向野青 相逢进华裔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 这个看了多半都是华裔 那么一直到南米 但是我们都是过客 我们都是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呢 要决定可能在这里安居乐业了 乡土阴武感 人间世纪金 这个历史的这个洪流 那么不断的流动 那么我们的声音虽然相似 可是呢 经过了太多的试变的考验 那么如今呢 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 新加坡 安闲牛背笛 吹出自家听 这个当然是古典诗歌的 一个非常抒情的印象 那么也许在二十世纪初的话 走在这个新加坡 常常看到牛背上 有牧童吹着笛子 今天大概什么都没有 不晓得 这个就是牛车水去观光人玩 在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看出来 在当时呢 那么这个秋淑园呢 希望把新加坡 当作像是一个世外桃源的地方 充满了田园的风味 充满了抒情的这样一种风格 但那是1900年 1910年 2011代 所以这是这个时代 那么以后呢 新加坡作为海外华人的 集散的一个种地呢 那我想 那么不断地因为 当时 那么中国境内的 各种各样的千变万化的 政治以及文化的这种活动呢 很多的南来文人 或者是路过 或者是定居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是很快的 因为大家都很熟悉这些人 像是在1928年中间的徐志摩 那么来到了这个新加坡 当时他谈这个恋爱 跟陆小曼谈的要死不活 所以呢 这个来到了新加坡 满脑子还是恋爱的思想 写了农的划不开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符合新加坡的 对他的一个想象 1929年 那么这个老舍从英国回中国的路上 在新加坡待了半年 当时还在华侨中学 教了半年的书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经验下 写出了小波的生日 这是这个所谓白话文的中长篇创作的 最早的作品之一 不是最好的作品 但是非常特别呢 用一个儿童的眼光 小波的这个眼光呢 来看待当时海外华人生活的 各种各样的悲欢办态 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文本 那么文化人以及画家徐悲鸿 在这个 其实他来了新加坡很多次 至少有七次 文化人以及画家呢 徐悲鸿在抗战的时候呢 那么在这个新加坡寄居 那么在这个地方 创作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 有爱国 当然是爱中国的这个题材 那么另外呢 最有名的当然是郁达夫 郁达夫在1938年的年底呢 那么来到了新加坡 担任新周日报副刊的这个总编辑 那么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先后发表了 超过四百篇的社论 以及对于新加坡 以及广义的南洋的观察 而在1941年 在这个珍珠港事变之后 新加坡眼看着要被日本人占领的时候呢 他逃到了印尼 所以这个在新加坡的这段时间呢 是这个郁达夫声明的转捩点 所以在三零 三零年代和四零年代呢 这个地方是许多的南来文人的 欺身之地 那么同时呢 也是左右政治的兵家的必争之一 各种各样的政治的活动呢 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隐隐地展开呢 形成了不同的阵营 那么形成了不同的这个发言的声音和位置 那么时间到了1950年代了 那么这个是冷战时候了 在冷战的这个阴影之下 全球的冷战 以及1949年 那么这个中国分裂成为两个不同的政治区块的时候 大批的这个中国人 尤其是文人呢 那么逃离了中国 或者是已经流域在海外的中国人 对于自己的未来何去何从呢 有了很多很艰难的决定 新加坡在这个时候呢 再一次的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这个 所谓这个策略性的一个起习点 转住点 或者是居住点 居住点 那么在这里呢 也许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中间这位林语棠 那么在1954年呢 他离开了法国 那么到了新加坡 那么应陈六十之邀呢 担任南洋大学的开创的第一任的校长 我想在座也许有很多人 对南大有很多的怀念 甚至有个人的怨怨 那么这是一个这个林语棠的经验呢 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愉快的经验 那么才担任了校长 半年之后呢 那么因为理念不合的关系呢 他辞职了 所以这是最开始南洋大学经营的一个阴影 那么除此之外呢 最右边的林淑华 在这个1956年到1960年呢 他在南洋大学教授中国文学 我们都知道林淑华呢 是五四之后中国最重要的一位女作家 那么在1940年代之后呢 他随着他的夫婿呢 那么就任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使成员 他们其实在英国 但是呢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 林淑华却又决定来到新加坡 那么尝试着 那么再一次的找寻他的所谓文化的根 那么中间的另外一位女士呢 我想也不用多做介绍 鼎鼎有名的这个韩素英 那么是一位浑雪儿的作家 那么他的这个生命里呢 充满了浪漫的传奇 也充满了他个人的想当然而是的 以新加坡这样给你有异国情调的地方呢 各种各样的这种罗曼史的写作 那么在政治的立场上呢 他是不折不扣的呢 对中国是这个一往情深 一直到他生命最后呢 那么不论中国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是爱中国 所以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典型 这个韩素英呢 那么曾经呢 也多次进出新加坡这个地方 那么最左边的这位呢 刘以畅先生呢 是所谓的香港文学教父 或香港传媒的教父 那么在1952年呢 他有机会来到新加坡 参与新加坡各种各样报纸的编辑和发行 那么对于冷战时代 新加坡的这个文化事业呢 他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那么同时呢 他也写作了很多以这个新加坡 为背景的这种浪漫的小说 那么刚才呢 有一位来宾给了我这个刘以畅的 当时小说的一个合集 特别特别的感谢 所以这些人呢 都是我们现在谈了广义的 中国文学史 或大中华地区的文学史的 这些关键人物 但是都和新加坡呢 在这个历史的这个危机时刻 在这个冷战的 还有国共分裂的时候呢 在新加坡呢 那么找到战时的一个定义自己生存的 这么一个方式以及安顺之地 那么时间再往下呢 到了50年代和60年代的时候呢 这一页呢 我们看到更倾向政治方面的 跟新加坡有关的人物了 从左边开始看呢 威北华 那么这是我们最近这几年呢 重新发掘出来的一位新加坡的作家 原来呢 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医保 那么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呢 离开了家乡 到意尼去打游戏 当时先是去反抗荷兰人 后来是反抗日本人 在1948年 他离开了印尼 来到了新加坡 那么以后呢 不断地写作 他的风格是如此的晦涩 大家都几乎觉得 怎么会这样的一个作家 但是我们很多年以后才了解 威北华呢 是华语世界 现代主义最重要的先锋 那么他过世的很早 1961年就过世了 那个年呢 只有38岁 那么过世之后 又等了很多年 突然了解到 这个另外一个笔名 叫做古白野的威北华 为新加坡的各种样的风土 留下了他个人的印记 同时呢 也对他个人作为一个漂泊 在南洋各个地区 最后选择在新加坡 这个定居的这么一个决定呢 做出了很多非常精致的文字的见证 所以我个人以为呢 这是一位特别值得重视的这位诗人 也是这个小说家 那么我知道最近有一连串的活动呢 在新加坡 那么开始给威北华一个重视 那么另外呢 像是白瑶 第二位呢 这是一位生于广东 那么在49之后呢 逃难到香港 最后到了台湾大学 读了历史系 然后呢 在这个50年代末呢 来到了新加坡 最后转到吉隆坡的一位诗人 以及一位文化的编辑 那么他在这个60年代初呢 所创作的一些现代诗歌 像是《麻河》 《麻河》 那么代表了当时整个华语世界 现代主义的另外的一种生意 所以威北华和白瑶呢 都在文学的风格上 有新的开创 而这样的开创 是不是真的符合 我们原来对新加坡 风土的定义呢 很难说 因为我们也许说 这个新加坡 在这个历史的混乱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现代主义 不需要这些看不懂的东西 但是却有这些作家 特立独行的作家 以他们自己非常独特的生意呢 为这个地方 这个明刻了一段特定的经验 今天回过来看 我们反而觉得 幸好新加坡早期的文学 有了这样的先行者 让这样一个地方 有了他独特的文学的风貌 所以在看到左边的两位之后呢 看到右边的两位 那么右边的两位呢 赫金是1935年呢 在新加坡出生 那么他后来呢 在40年代呢 他选择参加了左派 他参加了那个时候的马共 那个时候新马不分的时候 那么以后呢 因为他一直倡导着 这个革命左派的思想呢 那么他不能够 建容于任何一个政权 所以后半生一直是在流亡的情况之下 那么多半时间是在印尼 后来还去了泰国 那么等他晚年的时候 他写出了一系列 新加坡的青年 在40年代和50年代 如何的那么从左派的这个政治立场上 发出他们的声音 参与了很多的政治活动 所以这样的作家呢 就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 纸上的文章的作家 这个作家呢 是以他的生命 以他一生的生命呢 来见证他所向往的那个新加坡 应该是怎么样 他当然是失败者 但是从这个失败者 我们也看出来了 这个定义新加坡当代风土的 前半生 前世的这样一个过程里 也许曾经有过一段时间 那么有过这么一群人 激烈的左派 在想象着新加坡可能的 一种另外的发展方向 所以在历史上所不能实现的 文学间接地代替发生了 在政治上各种各样的大说 所谓一锤定音的各种各样的声量之外 也有像这个白瑶和威北华 这样的奇怪的声音 为这个社会 为这样的一块地方呢 发出了独特的一种诠释 或者是创造的可能性 最后一位黑鹰呢 他其实是印尼的华侨 他生在印尼的棉栏 那么是这个聪明的不得了 在16岁的时候到上海念书 17岁就发表了精彩的小说 是当时上海的新感觉派 最年轻的一位作家 那么这个黑鹰呢 在这个来往印尼的过程里 在新加坡有多次的停留 而新加坡这个华阳夹杂 华裔夹杂的地方呢 也给了他很多的灵感 所以这是一个过客 但是呢 他对新加坡的早期的经验呢 也做出了许多的贡献 但是黑鹰后来呢 在1950年代选择成为左派 而1952年呢 他永远地离开了印尼 回到了中国 所以这是另外的一种 对于这个所谓自己的土地 要怎么去定义的一种抉择 而在所有这些 对于以往的新加坡文学的 史前史的观察里呢 那么这一位 当然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王孝平 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 生在1919年 五四运动的那一年 那么在1940年的 这个战争期间呢 他这么热爱他的祖国 热爱他的中国呢 他选择放弃了新加坡的一切呢 回到中国参与抗战 而他参与的抗战呢 是左翼的传统 新四军的传统 所以这个是一个 非常传奇的故事 那么传奇故事的 另外的一半呢 更为传奇 在新四军的这个 这个戎马生涯中 他认识了一位女兵 这位女兵呢 叫做如志娟 那么两个人后来结婚了 那么生了一个女儿 叫做王安逸 那么王安逸 我们当然知道 是今天在中国 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或是对我个人而言呢 就是最重要的作家 那么这是一位女作家 但是呢 她的父亲呢 是新加坡人 所以在日后呢 王安逸也写作了 这个关于她的父亲的 前半生的故事 伤心太平洋 那么我想光这个题目 大家可以感觉出来 那么显然王孝平 这个新加坡人 到了中国 她的后半生 不是那么愉快的吧 那么这才经过了 所有的政治的斗争 风风雨雨 那晚年呢 当然她还是决定 那么她的生命 跟她所热爱的土地 她的中国是分不开的 所以这个风土 这个观点 是不断移动的 在每一个人心目中的风跟土呢 不必于永远地牵连在那个 所谓的这个 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我们的故事继续进行呢 来到了1960跟70年代 我想任何做新加坡的文化史 跟文学史呢 那么我们绕不开南洋大学的这一章 那么在1955年 新加坡的南洋大学 在无数的这个华裔的期盼之下成立了 是这个中国之外的第一所 也是当时唯一的一所 以华语为主要的一所高等的学府 那么南大所经过的风雨 我今天不用在这里多说 在座的大概都知道 那么还有牵涉到了这个陈六使 个人呢 她的一生的坎坷 那么这都是在我们的所谓 新加坡的伤痕文学里面 最重要的一章 这个新加坡怎么还会有伤痕文学 最近呢 当然有很多的文学史家说 有的那是伤痕文学 这个伤痕文学呢 不但是指于一所大学的生成和消失 也关系到了这个国家 怎么去定义它的未来 和怎么诠释它的过去的 一个艰难的考验 这个就回到我刚才所谓的 这个Augustin Berg的风吐顿 这个风吐不是人跟环境的相互的融合互动而已 这个人跟风吐之间呢 总需要一个媒介物 一个象征物 一个能够号召大家的 一个心向往之的 或者是一个能够相互的 一微的这样的一个中介的关系 或者是一种存在的社群 或者是一个学府 像是南洋大学 所以一讲到南洋大学 我想我们在座立刻就有一种感触 有一种感觉说 那是曾经的可能 现在再也不可能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 这个风吐中间所夹杂的这个象征性呢 我想是我们今天一再从文学的观点要琢磨的 而曾经在跟南洋大学呢 有深刻的关系的诗人 这个其实是马来西亚的诗人 但是他曾经在南洋大学呢 有过这么多年的经验 那么在南洋大学这首诗里呢 王润华写的 1973年底 暴风雨开始来临 沿途摇旱着玉朗路的椰树与芭蕉 我开车经过南洋大学的大牌坊 发现通向云南园的路还很遥远 但道路已经破烂不堪 路面坑坑洼洼 夹道的红毛丹与我 早已感觉到那是不吉祥的预兆 尤其黑色的警察车 在那个年代常常进出校园 近年部长也来带校长 校园极尽一片 四角蛇从沼泽地爬出来四处观望 终于1979年 角师与学生都被赶去 又过了几年 小鸟听见相思树 在殿据报校生理倒下 沿路那些红毛丹与椰树 变成一座座的祖屋 阻挡了我回去怀旧的道路 我想这个是新加坡的风土诗 这个风土不再是简单的 我们双手问能 人定胜天 移山倒汗 这个风土里面曾经隐含着一代人 尤其一代的华裔 他们所向往的一个可能的新加坡的文化脉络的 从开始到切断的一个过程中 而在这个意义上 如何地去号召 如何地去感受 这样的一种中介物 这个是作为文学研究者的我们 所特别要强调的 尤其是在南大的这一块 所谓的南大商融文学的传统里 另外一个人是绝对不能忘记的 当然就是潘兽先生 潘国曲先生 这是旧体诗的作家 他不是写新体诗的 在1955年 林语堂曾经邀请他参与南大建校的各种各样的决定 他是重要的当时的一个决策性的人物 但是林语堂突然撒手就走掉了 潘兽在1955年临维寿命 担任当时南大的秘书长 就在那么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 他终于很负责任地在1959年 让南大的第一届的毕业生 一共是437位毕业生顺利的毕业 所以这是一个文人所能够发挥 他对一个风土宝地最大的一种贡献 那么用他自己毕生的力量 来抗衡一个不同的当时的一个政策 那么在1986年垂垂老矣的潘兽呢 那么他又写了一个关于所谓南原的七诀里面 我今天引用了第八首 年来世事不堪论 话到猴头焉腐吞 多谢海风吹雨过 暗江无泪喜无痕 一切都过去了 到了1986年 这个南大早已经过去了 那现在又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始 那么一切呢 风雨过去了 那么只剩下这个所谓的浅浅的泪痕呢 那么也就也许就随风消逝了 所以这是一段呢 关于华人 尤其和新加坡这个以文化为命名的风土观念呢 那么一段这个令人难忘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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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 那么也同时呢 在1970跟80年代呢 我们见证了新加坡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成长的时代 但却也是很特别的一个文学以及文化活动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辉煌的时代 我们想到的作家包括了像是郭宝坤 那么像我个人在做这个华文华语文学研究 甚至广义的这个大中华文学研究的过程里 我觉得郭宝坤的这个这个贡献呢 几乎是超过曹语的 但是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 曹语是我们最最最重要的这个戏剧的泰斗 但是我想郭宝坤呢 他的生命力 他短短的这六十几年 他的旺盛的生产力超过了曹语多少倍啊 那么他所面临的政治的压力 又哪里压于曹语那个时代的中国的剧作家呢 那么为了他个人的理想呢 那么他其实是这个进过监狱的 这个是他当时是一个思想上 这个有不一样的这个路径的一个一个剧作家 也是剧场的工作者 但是我们今天到了2019年 在想象着新加坡的风土的时候 我们不能不去看待 像是郑和的后代这样的剧场 那么郑和大家当然都知道 郑和不是一个太监吗 那么郑和怎么会有后代呢 那么用了这样的一个奇怪的 郑和的后代 作为他的一个最有名的剧作之一 我想郑宝坤已经暗暗地埋下了他对新加坡人的嘲讽 尤其是新加坡的男性的嘲讽 对不对 这个都是一群这个所谓的castrated这样的一个citizens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 他是一个强烈的有他自己的这么一个一个政治立场 但是这个政治立场却非常优微地从剧场的方式来表达 那么另外一个戏呢 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灵戏 我甚至呢 有机会看到这个现场的这个演出的诠释之一 这个灵戏呢 是悼念新加坡在三年八个月 日本占领期间的亡灵的一出戏 那么在当时呢 这个华裔死了多少万人 英国人死了多少 甚至日本的侵略者又死了多少 那么多少年以后 一个剧场的新加坡的工作者 那么用一出戏的方式呢 来超度 来追到那个不堪回首的新加坡的历史的一个部分 我想这样的剧场 那么它的出现比任何肤浅的政治的仪式 可能都让我们更为感动 而我认为这个郭宝坤最重要的 对新加坡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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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象呢 是文化呢 不论是二元或多元 越往深用处想 你其实越发现它们之间是相通的 它倡导多元文化 而且层次越深 这个关系也就越紧密 多元文化之类 这早在1970年代呢 不断地在说明他个人的梦想 那么除此之外呢 陈瑞宪或是早期的慕林奴 这个已经是文化名人 大概不需要多说 据说他的画现在拍卖都上千万的这个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画家了 那么也是曾经是一个诗人 也是一个才子型的多产的一个作家 这是也是在60跟70年代 崛起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的象征 那么还有我们今天呢 仍然老当益壮的 英培安先生 那么在这个70年代以后呢 一系列的作品呢 明刻着每一个世代 新加坡改变的样貌 一直到最近到今年 到刚刚出版 是不是这个黄昏的颜色 那么这是老去的英培安呢 在回想他过去这些年的 这个各种各样生涯上的冒险 当然现在是垂垂牢一样 那么过去的那个骚动的年代 过去那个画室的年代 都具网义 所以我觉得呢 有这样的一位作者 能够从70年代一直写到 这个2019年 这是新加坡值得珍贵的一个资产 那么经过了政治上的各种风风雨雨 它能够有一块方寸之地 继续描写这个土地上 至少是一小群很特定的 精英式的理想主义者 我想英培安的这个贡献呢 是有目共睹的 到了80年代呢 这是一个奇怪的年代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打出了一张幻灯片呢 是联合早报 那么这是在1983年3月16号 那么原来在1923年创刊的南洋商报 和在1929年创刊的新州日报 在这一天呢 两个报纸合并了 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 新州第一大报 也就是联合早报 那么联合早报的出现呢 当然是两股势力呢 变成了一个重要的 一种文化的传媒 但是隐隐地也显示了 华文的文化呢 在新加坡开始示威了 那么在这个时代里面呢 那么经过了整个的这个政府的一个决策性的方针的一个导向呢 逐渐逐渐地呢 这个华文的这个存在性 或是华语教育的存在性 它的合法性呢 都开始受到了质疑和重新的思考 那么以至于呢 最后文化的生态 在这个时代开始有了转变 所以联合早报的这么一个一个出现呢 一方面代表了文化生产的转捩点 那么另外呢 也代表了正像是当代的诗人 陈志锐 这是我们这一代的诗人所说 这是新南阳后新洲的开始 那么过去的那一套 根深蒂固对新洲的各种联想等等呢 到这里因为联合早报的胜利呢 让一个年轻的诗人有了新的感触 陈志锐这样写的 新南阳后新洲的早上 那么去星星逢上红白的国旗 随风飘扬 新闻诞生在普天同庆的晴朗早晨 一块后殖民土地人称淡丸 远离了永恒的海洋 安心居住在九十九年地气的祖屋楼上 用简体字呱呱 以横行的或横行的方向落地 在签字中成长 增长率里头肥胖 那个早上1983年3月16号 南阳新洲的所有公鸡一起提倡联合早报的创刊滥伤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报纸 我们有一个新的 用Benedict Anderson有名的话来讲 一种新的想象共同体的媒介 而这个媒介和过去的老中国的老新洲的老南阳的媒介 逐渐逐渐要脱离了 所以这个诗人是在21世纪创作这首诗歌 敏锐地感受到在80年代辗转的 我们的整个新加坡的文化的导向 我们新加坡的风和新加坡的土 已经逐渐逐渐地朝向一个新的方向去进行了 这个周德成 这个一位诗人 那么也是当代的诗人 那么现在有了国语了 这个新加坡人怎么说国语呢 我们对着鱼刚说国语 这是一首非常幽默的诗了 我们对着鱼刚说国语 每一个原因像风打在敬礼 每一次顿挫像蚊子在跳舞 1950英语是殖民地语 想象着国语我们来讲马来语 1965国语英语马来语 双语不管什么语 那么语跟语 语如舌在口腔中 蠕动如舌 有时圆存 有时不圆存 圆存是语 是语 是马来语 是语 不圆存是 英语 是英语 是伊拉 是新加坡 所以这个地方呢 讲到这个双语 多语所形成的一个 号称是国语的这么一个一个制度的这样的一个语言文化里面 似乎大家有点摸不着头绪 那么似乎这个华语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那么逐渐逐渐的呢 变成了各种的选项之一而已 而在这个情况之下 因为华语教育的示威 因为整个华文的这个导向的示威呢 我们的诗人呢 可能是最后一代 有这样的一种诗歌语言 敏感性的一代 而这些人呢 现在都已经超过四十岁了 那么在之后的这个新加坡的华语和华文 以及到后来的整个的广义的这个华族文化的这个这个散播上呢 也许在这一块 尤其是现在语言文化这一块呢 的确是面临到了一个新的挑战 那么另外像作家像张希娜等等 他们写了太多的关于这个华语 在当时这个80年代呢 对于华族社群的一个影响 但是最奇妙的呢 是到了这个1980年的末期 现在呢政府要开始推展华语运动了 当然华语说华语是1970年 1979年开始的 但80年代呢 希望推动华语 让大家少说方言 让华语也规格化起来 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一个 这个治国的一个导向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到了那个非常年轻的林俊杰 是不是 那么这个林俊杰呢 替新加坡政府做广告 说华语是最酷的事情啊 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有很大的效果 那么这个至少林俊杰昨天还和总理站在一起啊 所以这个永远在历史的正确点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 这个我们看到了 这是华语在80年代的一个转折 那这个转折呢 从华这个所谓的这个华语语系的研究上 意义深远 在90年代呢 曾经的梁文福 那么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位作家 也是一位流行歌手 那么曾经呢 他发明了 或是他发展了新谣 那么像我刚才所说的呢 其实是对竹之词 对越欧这种早期的流行的 民间的这种取势的一种致敬 那么在曾经有一段时间 尤其90年代初期呢 最有名的新加坡派 是不是 那么当时呢 说这个新加坡派 别人将苹果派都送过来 那么我们也可以创造新加坡派 现在是别人纷纷移民前来 谁不爱新加坡派 好像有点道理啊 I like Singapore pie 我最爱新加坡派 这个是充满了这个爱国热情的梁文福 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他也写作了一些 其实不太听话 不太乖的一些文章和创作 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在80跟90年代呢 对于新加坡的这一个 整个国家的一个形象 一个国家意识的兴起呢 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 在当时的一个现象 但是在这个现象下 有一些作家呢 总是站在历史的另外一面呢 总是觉得说 我们似乎是缺少了一点什么 我们似乎在我们的这个风土的过程里面 还可以展现出更多不同的这个导向 像西尼尔 我想这大家都知道 是一位这个资深的一位短篇小说家 那么写作了很多作品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我们特别讲像是 谢玉民西尼尔的弟弟呢 他创作了重购南洋图像 放逐与追逐 尤其是2015年的建博 这个是新加坡50周年的著作 但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大家想象的 这个谢玉民写了一部史诗的 伟大的作品 那你们可能要失望了 这是一个已经步入老年的中年男子 在2015年呢 自己的一些生活上 生命上的一个随想 那么但是谢玉民在目前 最受重视的作品呢 是重构南洋图像 那么这个作品呢 对于新加坡的人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新加坡的风跟新加坡的土 要如何的定义呢 都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 那么我用最快的方式呢 来介绍重构南洋图像里的一个作品 那么因为故事特别复杂 那我把它整个的故事的一个梗概呢 把它打在这个荧幕上 大家可以那么看一下 那么这个故事是讲 一位新加坡的青年和他的父亲到印尼 马路古群岛的首府安问去寻根 那么偶然间他们得知 那么他们原籍是从安徽的凤阳来的 他们原来姓朱 这就有意思了 那么在1662年 明朝亡了以后的18年 那么朱家的十世祖 就是移民到这个安问的这个时代以前的祖先 本来呢是要到台湾去投靠郑成功的反清复明 对不对 这是这个明代的这个凤阳朱家的后代 结果没有想到吹来了一阵大风 恶风 怪风 巨风 这是我们的这个风土 这个风一吹呢 把这个朱家的十世祖呢 吹到了印尼的这个安问这个地方 那么就这样在这个岛上定居下来 居然过了两个世纪 过了两百年了 所以这是华人跑到这个印尼去了 19世纪中呢 偶有广东人 他的名字叫缺明 就是吴明氏 来到了安问岛上 遇见了土著 却声泪京腔 口音飞鸣飞跃 遇到了一群土著 可是怎么会讲出有闽南腔 或是广东腔的华语呢 这不是很怪吗 都过了两百多年了 这群看起来像是印尼的土著的这些居民 怎么是这样的人呢 一问说你姓什么 他说他姓朱 哦 这就找到了 原来全部都是朱元璋的后代 所以漂流到各个地方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缺明受岛上土著的世人的所托呢 把他的儿子带回到中国 那么这个儿子呢 后来就是新加坡的这位姓朱的年轻人的曾祖父 这个曾祖父怎么回了中国 后来又跑到新加坡呢 我们看 曾祖父日后自中国移民到印尼 又回到印尼 因为中国的混乱了 回到印尼 但是1960年印尼排华的时候 又因为印尼的这个情况太乱呢 回到中国 回到中国的半路上呢 他把他所带的两个儿子中的一个儿子呢 把他拖在新加坡这个岛上 所以一个儿子回去中国 另外一个儿子在新加坡 而这个在新加坡的这个儿子长大了 就是我们故事主人翁的爸爸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故事呢 来说明谢玉民这样的一个新加坡的作家 对于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的 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 那么也许是很夸张 但是这是文学 在文学的世界里面 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不断地呈现 反而让我们理解到 现实世界里的复杂呢 似乎都有了一个脉络 让我们了解到 这个新加坡的整个的 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呢 从移民到殖民到移民 到成为外国人移民 最后呢成为公民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呢 谢玉民不折不扣 是一个新加坡的作家 但是呢 他对于自己呢 所过去的各种各样的 对于所谓的风 怎么样的吹土 怎么样的定力呢 有了更为深刻的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呢 在这里是 一个人的祖国 由不得他自己来决定 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 就是那里的人 所以这个地方 我想有深刻的含义的 你反正生活久了 就在这里 这就是我的人间 这是我的这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也就是这样的 所以新加坡在这个故事 有很深的寄托 那么在我个人近年阅读 这个中长篇的小说的经验里呢 我认为这是一个难忘的作品 那么我也不断地在我的课堂上 教授这个作品 好的 我的个人的演讲呢 快要到了尾声了 我要介绍两位当代的作家 尤其是今年的作家 在今年的出版里面呢 也许今天在座的来宾呢 那么感受到了新加坡的风土 和文学之间的关系 那么也许会有这样的余力 或好奇心去阅读以下两本作品 那么一本作品呢 是陈济州的永发街市 我们知道这个永发街呢 是这一条老街 那么有一个曾经的少年呢 从四川来 十六岁来到新加坡 那么原来是要学旅馆的 但是后来呢 他觉得文学比较有趣 所以从旅馆业转到了 国大的中文系 那么现在呢 他到了哈佛大学的东亚系 但是他觉得他一生里面 他最有兴趣的是创作 那么学术是一回事 那么对于新加坡这十年的经验呢 他不断地要写 那么这些经验 不一定是最好的经验 不是愉快的经验 一个外来的 大陆来的一个年轻的孩子 在新加坡这样一个环境 但是新加坡无疑的是 他生命里面最美好的 那个黄金十年里面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痕迹 所以写下他的忧伤 写下他的欢乐 永发解释 那么这个故事呢 最让我惊心动魄的地方呢 他写到一个 从外乡外地来的 一个年轻的中学生 那么孤独的 那么和他的同班的 新加坡的同学在一块 那么这样的孤独 有一天 他居然失踪了 到了这个新加坡的 这个大蓄水池的 那个深的 那个茂密的丛林里面 等等等等 过了一阵子 居然有传说 这个蓄水池里面 出现了一只鳄鱼 那么到底这个鳄鱼 是怎么来的 这个人是可能变成鳄鱼吗 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小说到最后 变成了一个非常诡异的 一个预言 来关于这个 一个异乡的 一个年轻的少年 在新加坡的经验 所以永发街市呢 一共有十三篇 关于永发街的 形形色色的过客 很多都是国外来的 漂流的 也有新加坡的 在地的居民 但是形成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永发街的风情呢 也许让这条老街 在2019年 有了新的生命 但是我今天更要推荐的呢 是新加坡 在地的一位作家 黄凯德 在今年六月出版的作品 叫做《爆点》 那么这个作品呢 我今天都带来 薄薄的一本 只有十篇小说 非常精致的小说 那么这十篇小说呢 每一篇小说 都告诉我们一个 不可思议的小故事 那么每一个故事呢 其实都有一个 新加坡人 可能记得 或可能忘记的历史 比方说 他的有一篇小说是讲 这篇小时篇小说 都跟性有关系 所以是很大胆的 如果大家需要一些 娱乐性的读物 这篇也可以 当作很有阅读的效果 那么有一年 1967年 新马爆发了猪瘟 当时呢 有一个谣传 吃猪肉的话 会导致corum 就是缩羊 就是男性突然发现 自己不行了 那么这怎么办呢 就造成了猪肉的滞销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 陈凯德把一个社会事件 当时确有其事的 一个社会事件 和新加坡所谓的 男性的一种 一种感觉的结构呢 结合在一起 一个男性 怎么无时无刻的 感觉自己要不行了 所以这十篇作品 都多少有点这样的关联 这是显然是 郑和的后代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 我们看出来 像这个《暴变》 就是这个小说的 最重要的一篇作品 这个君子暴变的暴变 1973年 新加坡动物园 有一只黑豹呢 逃掉的 我想也许在座的前辈 知道 73年有一个黑豹逃亡事件 那么有一个老王 像我这样的 那么他呢 这个 久婚不孕 每天都想要吃 这个撞羊药什么玩意的 最后突然想到 新加坡的动物园 逃出了一只黑豹 那么听说这个 豹变 你们当然知道 这个血音 豹变 豹变 这个老王就很快乐的 也参加了 当时警察 追捕黑豹逃亡的路上 上天入地去找 这只黑豹 一心意地要想到 一旦我抓到这个黑豹 我可有一个东西可以好好地进步 也许我明年就生得出儿子来了 好 就上天入地找到 找这个黑豹 最后到底也没找到 黑豹最后 当然被抓了 就死掉了 后来他发现很遗憾 这个黑豹原来是一只母豹 就算你找到也没用 这回这个老王心就放下了 说不管怎么样 没用 还是没靠自己 所以不管怎么样 第二年 他居然生了个儿子 而且他带着他的儿子到动物园 去看新鲜养的 新进的动物 所以这是又有幽默 又有心酸 又谈到了新加坡 尤其是男性的公民 共同有的不可言传的 某一种的伤感 某一种的挫折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这个大历史不告诉我们的 小说都告诉我们 所以十个小说 也包括了其他的1972年新加坡第一个通缉犯 林万林伏法事件 也包括了1964年的火城种族暴动 还有1986年新世界他楼事件 1999神工 1984年的一次大选的结果 等等 所以每一篇文章 每一篇小说都是一个伏笔 这是我所谓风跟土之间的那个medians 我们需要一个中介物 让我们进入到真正了解风跟土 如何运作的那个曲折的过程 所以在这里呢 这三位作家呢 那么周德成 我们黄凯德 都是当代的在地的新加坡的作家 那么黄凯德呢 尤其是写作了他自己的那个 那个已经消失的故乡 那个故乡叫做Dakota Crescent 所以这是新加坡的乡土 或是新加坡的没有乡土 但不管怎么样 新加坡的风土永远是在的 南洋的风 心中的土 不断地改变 不断地需要我们的文学的想象力 那么给他更多的动力 所以我强调的是 除了我们的mythology 就是目前的社会科学导向的生态学 跟环境学之外 也许在座的你我 每一个人对于新加坡 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是好的 是坏的 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 各种各样的想象 汇集起来成为我所说的 当代的关于新加坡的mythology 而这一点呢 我觉得是新加坡可长可久的 最重要的想象力 以及创造力的源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